大家好 我是菲莉老师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半泼湿的一个技法 西圈的半泼湿技法 那它可以编成一个支带 它可以做在手链或者是链链链条的部分来使用 那我们先取一个闭合的一乘六的环 我们这个技法 我们今天示范就以一乘六的环来做示范 先开在驱使的闭合 之后再开一个 一个环由外往内勾住这一个闭合的第一个环 让第二个环感觉在第一个环的上面 左侧像一个入 第一个环比较接近左侧 但是这个第二个环它是比较内缩一点点 感觉就是像一个一个入 不明显 出入的入 这样子 右侧比较低 左侧比较低 右侧比较高 第二个环比较低 第一个环比较高 好 那套入毛根 套入毛根之后 你要确实注意一下就是 这两个环的位置有没有跑掉 我们还是第一个环在上 而且它比较外 比较接近左侧 第二个环比较接近右侧 更内缩一点点 好 看起来就像一个入 出入的入 这样子 像一个横放的出入的入 左侧是闭合的 右侧是开的 那接下来每个动作都一样 由外面的先做 先勾 第一个环 外面的环先勾 勾了之后 我们直接平放 握在我们的 就是用手指 稍微把它压住 然后再去 第四个环 勾住 前一段的内侧的环 再把第三个环 等于是这一段的第一个环 放进来 那放进来的同时 你注意一下 它是要这样子 有一点点凸向准侧 如果你这个手松掉了 结果你放进来的时候 你觉得它是平顺的 那样就是错的 方向不对 你就要把它放开来 把这个环再稍微转一下 刚才是这个方向 我们把它翻一下 翻一下面 你在放进来的时候 觉得它有凸出来了 这样就对了 闭合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 第一个环往右手边翻 往我的工具的方向 套过来 套过这个夹住的 这个环 翻到它的旁边来 这一面 好 再把这两个打开 又是第二个入出现了 又是第二个入出现了 再加第二个环 再加第二个环 勾内侧的这个环 把第一个环放进来 这样子方向不对 好 我们就把它稍微的再打开来 把它放掉 往一个方向去勾它 进来 它有凸出来 这样就对了 把这个环 闭合起来 好 第一个环套过第二个环 到工具的这一侧 打开来 好 那持续这样的编织的话 就可以完成一个 半波式式的织带 像这样子 那如果你放下来 拿起来要在编织的时候 像这样放下来 拿起来要在编织的时候 你要怎么知道你的方向 我们先找出我们的那个入 这个入 有没有很明显的入 它是这样的入 那我们就这个地方 也要把它卡卡的 才会有一个入的形状 这样子 那就是这样 拿这样的方向来做编织 这比较不明显 这比较不明显 那我们 拿这个来看的话 因为我已经把毛根取下来 然后你更重要 要去检查你的编织的方向 那像这样子的话 你看这一面来看的话 它找不到入 入是朝那个方向 有没有 好 这样子 就是 入 入 一个入 出入的入 好 那你就是要拿这样子的方向来做编织 这样子 这两个打开来 这样 开锁 好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半波湿式的技法 我是菲莉老师 下回见 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款 以这个半波湿技法编制的一个支带 跟以椭圆形的技法编制的 就是一个 以细圈的这个组合的一个 椭圆形的球形配件 把它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手链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 两个支带的中间只有这个不锈钢的球 椭圆形球形的话 有一点点单调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再加上天然石 好 这样子 那甚至在这个天然石的左右 再加上一颗 这个青金石做一点点颜色的变化 就在这个银石的旁边 再加这个青金石 那这个部分 因为它比较长 可能这个长度 一般的这个不锈钢的梯增 0.6乘以4的梯增 长度不太够 所以我们就变成要用这个不锈钢线来做 那我们先来做这个九字针的部分 你可以一个一个分开来做 那我不希望它的长度太长 因为这样子会 占用我们的手链 因为我们今天是手链 如果今天是项链 我可能就单颗九字针 九字针 九字针这样子做 但是今天我要做一个手链 它的长度本身就16-7公分而已 那如果你要把它 这个就是用 都是分开是九字针 九字针的话 会显得就是 那个手链的长度 不锈钢边的部分就变得相对的减少 好 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 双边的九字针配件 取这个不锈钢线 0.8到1公分左右 这个不锈钢线大概是5公分就可以了 那在0.8左右 则90度 以这个圆柱钳工具折圆 形成一个九字针 把这个珠子加进来 那我们先加一颗青金石 再加一个银石 然后再加上一颗青金石 当然这个天然石 你可以随意的改变 然后你随你自己喜好 那圆着这个最后一颗珠子 折90度 一样留大概0.8公分左右就好 折圆 那记得这个九字针配件完成的时候 我们都要做一个动作 确定这两个 你看这个是立起来的 它是这个方向 但右边是平的 右边是平的 左边是立的 所以我们要让它两个都是平的 那我们就要用工具夹住 转一下 这样子两个都是水平 好 那我们以这个九字针的技法 做了一个 就是银石左右各有一颗青金石的配件 还有就是两颗这个六米的青金石的双边的九字针配件 以及一颗单边的九字针配件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组合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组合的动作 我们就以这一组作为主要的中间的位置 那我们在这个旁边 再加上一组 这个 这个 椭圆形的配件 椭圆形的配件的外围 我们再加上 各一颗这个 九字针的 双边九字针的青金石配件 那我们直接将这个 九字针配件的这个环打开来 跟这个椭圆形配件做组合 两侧各加一个 椭圆形配件 这个环要打得够高 够开 否则放不进去 因为它会被圆球挡住 再把它锁起来 那这个两个椭圆形的配件尾端 我们再与这个 一颗 六密的青金石配件组合 没有方向的问题 因为九字针本身 它就是会转 所以 哪一头进来都可以 那要确实的密合 骗封密 arto 那这个有柱子自带的部分 就大概有10公分左右了 所以再加上扣具的话 就有11公分 那如果像我的手帷 有17公分 扣掉11公分之后只剩下6公分 那6公分的话我两侧的支带 我只需要编制3公分左右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0.8乘以4 或者是0.8乘以5的环 来把它做组合的动作 勾住这个支带的最后的两个环 那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于是这两个最后的这一段的 那个入有没有非常的明显 像这样子非常的明显 那个入还是有柴油这两个环勾进去 那个位置还是要确定一下 再把9字针的配件放进来 0.8乘以4的环比较小 比较不好做 可是做起来会比较细致一点点 那也可以用0.8乘以5的环来做 好 好 有很重要的 对 有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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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尾端,我们再各以0.8x4的环接上扣具 那另外一次的话就与这个辅助链做结合 那辅助链的最尾端我们再加上一颗单边的九字针的配件 作为装饰使用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以这个半坡式技法编制的 以及这个椭圆形的配件组合起来的一条手链 那这就是有一个主石 不会显得就是如果都是不锈钢圈的话 它就没有颜色的变化,看起来比较单调一点点 所以我们给它加了一些其他的珠彩作为装饰使用 这是我们介绍的半坡式天然石手链 再用一些切链的版面 然后再用点那边ran Aufg Pale of rice